大家好,我现在在广西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 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了 桂林的山形态各异 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大象,有像骆驼的 看我身后那个就是老人风 就是山顶上有个山尖剑那个 那个橡皮山我已经去过了 今天去老人山看一下 它这个山只有在远处才能看出它的形状来 一会儿我走进爬山的时候 就看不到它是什么形状了 现在就去爬老人山 老人山就在前面 过了这个桥就可以爬山了 现在三点钟了 这个老人山它是野山 就不是旅游景点,不要门票的 所以去的人可能比较少 趁着今天天气好 我多爬几个山 早上去了蝶采山和福波山 这里就是开始爬山的地方了 上吧 爬上去不知道要多久啊 我觉得半个小时应该够了 像我这体力卡卡的啊 走到这里台阶也没有了 全都是这个 在石头上打出来的这个路 果然它不是景点 就开发的比较差 山上是没有路灯的 趁着天黑之前就得赶紧下山 天黑了以后 就指不定这山里冒出什么动物来了 现在天黑的时间也比较早 五点半左右就天黑了 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路更不好走了 要穿着旅游鞋运动鞋过来爬山 这都是游客们自发走出来的路 这个老人山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 走出一条路了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老人那个头了 应该是快到山顶了 继续走 沿着这种羊长小道 哇 上到半山腰了 这里视线豁然开朗啊 先来这边看看风景 哇塞 这边的视野一下就开阔了 一览众山小 哇 这种感觉很棒啊 看那里才是山顶呢 那山顶现在也有人 有的人坐在那个石头上 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 我休息休息也要往那山顶走 无限风光再显风 哇 走到这里的时候 就要开始手脚并用了 已经没有路了 要从这石头上爬上去 哇塞 哦 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在扶的 哎呀 哇 全是这种路 太有挑战性了啊 都是野路 不到山顶 飞好汉 哇 那里才是山顶呢 继续上 我们风顶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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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转了 今天爬了 这是第三个山了 这山虽然不怎么高 但是特别陡 午饭就吃了碗米粉 米粉好像不扛饿啊 现在已经饿了 哎呀 还有那么高 最后这一段路 也是最难爬的 一定要小心 现在就要最后一段冲刺了 红军不怕 远征难 终于到山顶了 哇塞 看看山顶啊 全都是大石头 山顶就只有这么大 这两边 这四边全都是悬崖 哇去 有点恐怖啊 恐高的还是别上来的 不过这个地方 这风景确实是好啊 可以看到桂林的全景 这个就是桂湖 那边是牧里湖 那边是蝶彩山 王城那个独秀峰 还有福波山 那边的七星岩 那个橡皮山 哇我都把他们看出来了啊 再看这边 另一个方向 这上面360度观景 这边的山一座连着一座 都是很多小山头 拔地而起啊 爬到这山顶要大吼一声 老人山我来了 现在是三点半 半个小时爬到这山顶的 到这个老人峰啊 就要下午来 因为下午的时候 太阳在那边 然后它顺光 可以看到桂林的全景 如果你上午来的话 太阳在那边 这样看就是逆光 然后也可以看看日落的 这个桂林全景 坐在这个石头上啊 把包放这里 最好是拿点啤酒饮料 瓜子的啊 才叫嗑的瓜子 看着日落 哎呀太棒了 一个人静静的在这里看风景啊 因为这个山上人也比较少 可以独处一下 桂林山水假天下 哇真是太棒了 脱了鞋 亮亮臭脚 哎呦哎呦哎呦 我操鞋子差点滚下去 吓死我了 放松心情啊 哎呀看着晚霞 看着美景 哎呀我想睡一觉呀 好就拍到这里吧 嗯 嗯 等下来 为什么 晚上霞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